又聚在一起再到餐廳吃個飽 拿起各式各樣的美食往嘴裡面送 人生一大享受 但其實這樣吃東西的方式 恐怕對身體造成很大傷害 內視鏡看到胃裡面因為胃食道逆流 造成黏膜缺損甚至還有發炎 被醫生診斷出急性胃潰瘍 還有十二指腸潰瘍 高雄一名從事房仲業的四十三歲江先生 因為幾天內成交兩棟房子太開心了 只要同事起哄請客就答應 一個禮拜跑了五托 每天又吃又喝又講話 後來吃到胃痛掛急診 醫師也提醒 尤其是喜歡吃吃到飽的民眾 容易一次吃太多食物 如果加上天氣影響血循環不好 更有可能讓腸胃疾病找上門 病患還因此多了將近三成 醫師表示吃東西的時候 最好還是細腳慢咽 而且適量 尤其是原本就有三高的民眾 更要特別小心 不要暴飲暴食 否則如果吃壞了身體 恐怕得不償失 華視新聞參謀劇協宇欣高雄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